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9号星期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被人抓包了,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发布了报告,指明是习近平亲自施压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他, 不得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还有要求他延后或者不得发布全球大流行的警讯。那是1月21号,习近平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通了一个电话,这时电话中他提出了两项要求,两项压力给谭德赛,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之后多天保持沉默。事实上就在1月21号,习近平跟谭德赛通话的头一天,1月20号,中国已经公布了这个警察, 就是国务院举行了常务会议,由李克强主持这个常务会议,专门部署了防疫抗疫,把它作为一个紧急的工作来部署,而湖北武汉也纷纷展开了工作。 而就在习近平跟谭德赛通话后两天,1月23号,中共宣布了武汉封城,极端的强制的封城措施。 只不过同一天,习近平等人,高层七常委加其他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春团拜会,只字不提武汉,只字不提湖北,也不提疫情。 而且举办团拜会的时间居然就是武汉封城的时间,都是上午10点。 所以民众非常不满,都在抱怨,以至于到了1月25日,大年初一的时候,习近平等七常委不得不临时举行了一个会议,连年都过不了,就成立了一个所谓防疫抗疫中央指挥小组,领导小组。 那么由李克强总理来出任组长,当时全国都很吃惊,为什么不是习近平,因为这么重大的事情。 况且习近平已经身兼了十几个小组的组长,那么再多见一个符合他的个性,揽圈的个性。 所以当时国内外的解读都说他想推卸责任,只要权力不要责任,而把这个责任推到李克强头上。 如果成功,是他的功劳,是习近平的功劳,失败是李克强的责任。 所以这些事情,1月21日,习近平跟谭德塞的通话,并且施压,要他不要公布疫情,尤其不要说人家, 传人,而且不要发布全球预警,就是在所有这些事件的中间。 那么习近平的直接责任就非常清楚了。 那么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3日召开了一个会议,由于习近平这个压力,再加上中方这些代表的反对,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无法做出全球预警,无法说它是紧急事件。 又推了一周,到了1月31日,也就是1月底,世界卫生组织才发布全球紧急事件。 那个时候,举习近平的电话已经10天,1月21日到31日,10天过去了。 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紧急事件的时候,仍然强调,说瘟疫只在中国流行,没有在世界流行,不建议采取边境管控,取消限制旅行或者是贸易。 这都是中方施压所造成的。 因此,德国情报部门把这个情报组合在一起,就是说中共耽误了这个世界,最保守的估计都是1到2月预警时间,也就是说6到10个星期,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片瘟疫。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整个的受到了操控。 德国联邦情报机构为什么会介入?那是因为中共没有向国际社会,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提交相关的感染病例和确诊数字和病毒的组成或者相关的消息,以至于德国的卫生部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事发之后只得求助于德国的联邦情报局来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样联邦情报局才介入进行调查,结果现在就公布报告发现,让操纵世界卫生组织,操纵谭德赛隐瞒疫情,拖而不报,耽误了整个世界的就是习近平本人。 那么现在耐人寻味的是,究竟是谁向德国的情报部门透露了这个消息?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本身,或者是谭德赛,谭德赛本人,因为他们现在面临世界压力,美国是停止了给他的资金,因为美国的资金就占世界卫生组织资金的四分之一。 那么其他国家都纷纷批评,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展开调查,包括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美国等国都要求展开调查。 而谭德赛本人也面临下台的压力,超过100万的签名要他下台,而且美国也明确表态, 只要谭德赛和他的团队还在的话,美国就暗示不会再资助世界卫生组织。 在这样的压力下,有可能谭同志谭政委顶不住了,就把习近平给抛了出去,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其他人觉得不能再污住盖子了,因此就向德国方面通报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共内部的人放了疯,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揭发习近平。 中共内部有可能通过外国的情报部门放风,因为早在上个月或者更早的时候,英国的路透社报道了一个消息,说中共的战狼外交实际是由习近平亲自主导。 那么还举了具体的例子,说习近平在去年外交部开这个外交系统开大会的时候,习近平亲自亲笔写了条字,递给外交部,递给王毅等人,要他们推动战狼外交,以更强硬的姿态,更语言暴力。 更加耍流氓的姿态来对付国民世界。 那么当时路透社报道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就是说有两名中共高层的知情人士提供了这个消息,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 那么当时我就分析是谁,因为一提到战狼外交,大家联想到王沪宁是主管宣传,又主管意识形态,同时也主管外交上的宣传,又主管所谓教育部门。 那么都直接的理解的是王沪宁策划煽动了战狼外交,但是路透社的报道却说习近平本人亲自指示。 那么当时我就觉得应该是王沪宁或者是他手下的人马向外界通报了这个消息,向路透社。 那么通报这个消息是为了给王沪宁本人脱困,要向外界解释,这个战狼外交是习近平本人发起来,并不是他。 因此相对把习近平卖了。同样这一回关于德国情报部门公布的习近平亲自施压事业卫生组织,亲自施压谭德赛, 关于押注疫情不报或者是不要发布人传人这个信息,耽误整个世界。 那么也极可能是中共内部的知情人士所透露的。这样的透露就说明习近平不仅在国际上成了重死之敌,而且就在国内外党内外他都是重死之敌。 尽管他还没有落到纳粹德国希特勒的下场,或者说日本军国主义东条英姬的下场,但是他现在的地位可以说历史定位已经跟他们齐平了,那就是整个霍乱的霍舍,就是战犯。 如果把大瘟疫的全球大类型当成一场隐形的战争,按照川普说的话,再跟隐形的敌人着斗争,这个隐形的敌人也可能是病毒,也可能是病毒背后的策划者。 那么作为这么一场战争,习近平是头号战犯,已经头号战犯已经是脱不了干系,这顶帽子是摘不下去了。 说到中共体制内的揭发,而最近中共的媒体通过含蓄的方式已经承认,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还有司法部长傅政华被撤职,都是因为泄密,因为官方媒体用了周永康令计划来比喻他们,暗示他们就是周永康令计划式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不仅涉及政变,更重要的是涉及泄密。 值得回味的就是,习近平不仅在1月21日跟谭德赛通了电话,亲自向他施压,不要说病毒人传人,不要发布全球大流行的预警。 而且在1月28日在北京,他还会见了谭德赛,谭德赛专门去访问,访问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图片,习近平站着不动,等谭德赛抢步上前去握手,让他们两人相距五六个桌子这么远,谈话。 当时习近平就说大瘟疫发生以来,他自己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抗疫工作。 当时是因为议论,李克强当了中央郁亲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似乎自己感觉到大权旁落,或者说以为李克强身高,结果他又亲自表示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我当时就给他加了一个注脚,我评论说这就意味着他亲自隐瞒,亲自造假。现在越来越多的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德国联邦情报部发布的报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习近平亲自隐瞒,亲自造假。 因为那个时候他会见谭德赛是1月28号,那个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被他,被习近平和中共拖住不发预警,不发布全球紧急事态。 而谭德赛离开北京之后居然声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了卓越的领导力。 这是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是谭德赛说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中共夹在他头上。 昨天5月8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一次电话,这是发生疫情以来第二次中俄的首脑通话,上一次是4月16号。 那么这个5月8号在俄罗斯是所谓胜利日。 那么通话,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照例是把习近平讲什么主要是排列出来,讲三大段或者四大段,到最后才提到普京讲什么。 但是俄罗斯所发布的版本根本没有中方所杜撰的普京的话,比如说这次说,普京说俄方坚定的跟中方站在一起,说反对个别势力在疫情上指责中方的做法。 这次这个话听上去就是像中共杜撰的,因为在4月16号当时我就发现俄罗斯没有这样的话。 当时4月16号的报道说,习近平讲了三大段,然后普京讲了一小段,其中一句话说,一些人试图在病毒来源上抹黑中方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现在证明上一次也好,这一次也好,普京都没有说这句话。因此不仅是俄罗斯的媒体没有显示这句话,而且中方的一些媒体已经承认,没有经这句话。 完全是中共宣传系统的造假,不管是王沪宁主导的还是习近平主导的,因为这些造句看上去就是中方的造句。 4月16号造的是一些人试图在源头上抹黑中方的做法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普京的话,不是俄罗斯人所能说得出口的,是什么一些人这些。 还有这次说出的个别势力企图借疫情指责中方,这不可能。另一句话更不可能,说俄方坚定的同中方站在一起,公然造假,污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把中方所发布的这个消息翻译成俄文的话,我想普京肯定会气炸了肺。 事实上反倒证明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些话就证明中共证明了我的判断,他对北朝鲜和俄罗斯采取是私了的方法,是援助的方法。 就是不要等北朝鲜或者俄罗斯开口追债缩赔,中方就主动去赔款,去赔钱,那么明目上是援助。 像中方今天这两天强调,愿意帮助朝鲜抗击瘟疫,抗击新冠病毒。 但问题是,北朝鲜的官方没有在任何地方发布过他的任何疫情,报纸也没报道过。 也就是给国际社会的感觉是,北朝鲜是零感染,零确诊,零病例。 中方从何谈起,帮助朝鲜抗疫。 就算北朝鲜有隐瞒,而中方跟他有私下的勾兑,就是有私了。 也就是换句话说,中方愿意用大量的金钱为代价,为北朝鲜来提供援助,补偿北朝鲜的损失, 也就是损失,也就是那种形式的赔款或者是赔偿。 实际上前两天我提到,金正恩带了一个口信,只有两句话,就是习近平他们想换来的一个表扬。 说的是,中方取得的抗议成果令人高兴,然后租习近平主席身体健康。 就这么两句话,中方就如获之宝,喜笑颜开,终于在全世界收割到两句话的表扬。 而且这个表扬还来得如此的勉强,而且根本不是笔头上的功夫,就是一个口信而已。 然后现在俄罗斯又来了,不仅编了普京的话,而编了这个话的背后就有文章, 说什么俄方和中方坚定站在一起,这完全不可能。 因为俄罗斯总统跟美国总统跟欧洲各国领导都在通电话,都是说合作抗议。 而在他们通电话中,根本没有说到俄罗斯不会对中共追责这些话。 那么显然,中共,习近平采取了对北朝鲜一样的策略,就是要对俄罗斯主动的提出赔款赔偿,用经济援助的方式。 这样呼住普京或者金正恩的嘴,堵住他们的嘴,用金钱,用钞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材料去堵住他们的嘴。 而且把成百万的中国公民在俄罗斯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公民当成一个牺牲品,说他们是不顾中国关系的大局,他们要自己回到中国,然后说他们应该就地的隔离。 但是俄罗斯的总理已经公开说了,要把这些感染者驱逐出境,采取的措施就是大规模的排华,而且这个总理本身已经被感染被隔离,还有两个部长也被感染被隔离。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说普京说得出那样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连可以说是小学生,凭他们的常识都可以判断,说公然造假,不仅在国内造假,居然造到了国际上。 那么中方,可能习近平或者王沪宁和宣传系统在一个侥幸心里就是俄罗斯人读不懂中文,说我们用这些句子来骗中国老百姓,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感觉,俄罗斯跟我们站在一起,俄罗斯在指责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我们只要把14亿人骗住了,让14亿人民表扬共产党,哪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表扬共产党,只要14亿人有人表扬共产党,他就觉得他的政权力住了。 所以中共做一切的做法,最终的目的都是巩固他的政权,对于习近平来说就是稳住他的权位。 因此不惜造出普京说了这个,说了那个,这样的最大的谣言,天底下最大的谣言,造谣者。 按照中共在疫情期间发布的这些条例的话,那习近平或者王沪宁本人就被抓起来,轻则7天的居留处分,重判7年有期徒刑。 中共的党媒官媒不仅是编造外国政要的话,把一些人家没说的话,硬给编造出来,塞到人家嘴里。 而且还把外国政要或者是外国的外交官所说的话或者写的文章进行恰头去尾,进行删减。 比如说,最近为了庆祝欧盟跟中国建交45周年,欧盟驻中国的27名欧洲国家的大使发表了一个联合的文章,这个文章本来是很正面的,叫做《全球危机下欧中关系至关重要》。 中共的英文报纸叫《中国日报》是答应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这对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很重要。 但是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却把其中一段删除了,这一段文章说,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发生,在过去三个月已经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 就这么几句话被中共悍然的删除,就在英文的《中国日报》找不到。 当然,世界其他媒体在发放的时候,当然是发了欧盟27位大使的信的全文。 就是中共不仅在中文上造假或者是删解,居然在英文媒体上也造假,试图误导这个事件。 所以这个造假没完没了,就按照习近平所做的,基本上至少有四件事,除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有亲自隐瞒和亲自造假。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近拥有耸动的言论。 他说要对付美国,现在中国要尽快在短时间内准备一千枚核弹。 说把核弹提高到一千枚的水平,而且说其中要有一百枚是东风41, 东风41就是所谓的洲际导弹,能够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那么他说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 所谓美国的战略野心对华冲动,也无外乎就是最近。 最近提出对大瘟疫来源要进行调查,对中共的隐瞒和造假进行调查, 或者说对中共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要进行追债塑赔。 而这些声音很多的还是来自于美国的民间。 那么胡锡进又提出居然要用核武器来对付。 胡锡进的这个说法表面上是他本人的说法,实际上他代表了中共官方在对外放风,恐吓美国。 那么只要把北朝鲜的情况想清楚,就知道胡锡进和中共的用意。 因为北朝鲜、金正恩政权千方百计的发展核武器不顾联合国的反对和制裁, 而且也不顾北朝鲜的这种贫困几十万被饿死的这种饥荒的状况, 把人力、物力、财力全部集中起来发展核武器。 难道北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护北朝鲜吗?有人要去侵略北朝鲜吗?显然不是。 或者是为了保护2400万白朝鲜人民吗?显然不是。 就是为了保护世袭的金家政权不被推翻,尤其是不要被外来的民主力量所推翻。 同样回过头来看北京、看胡锡进、看中共就知道了, 中共号称要加速地发展核武器,到核弹头增加了千枚。 不是为了13亿中国人民,更不是为了这960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而且就是为了保障中共的政权,维持一党专政。 目的就在于此。 所以发出了核威胁的叫嚣,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中共还是北朝鲜,都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者。 这个条约就规定,有核国家不得再发展和扩散核武器,而无核国家不得发展核武器。 那么胡锡进这个说法本身就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代表中共违反了。 针对胡锡进这个言论,可以说舆论大话。 前两天我就写个文章,说面对国际追债索赔,中共似乎要用武力来回应,战争回应,甚至用核武器回应,果然应念我的话。 胡锡进这个嚎叫嚣,就是在我几天前的预料之中。 那么胡锡进发表了如此耸动的言论,相当于丢出了震撼蛋。 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例会上,有外国记者问到胡锡进的这番话。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这么回答,说关于 胡锡进的这番话是他的言论自有,你可以跟他去探讨当前的国际形势。 记住,言论自有,这个话没错,谁都有言论自有。 但是就在华春莹说话的当天,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林却因为批评马克思,批评雷锋或者是刘沪兰这些中共所塑造的人物,而受到特务学生的检举,而被撤职。 甚至说这个学校不仅撤了他的所谓院系的副书记、副院长和教授的职务,而且说要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罪名就是攻击共产党的共同领袖马克思。 那麽于林是不是言论自有,所以中共是有的是双重标准。不要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和习近平王沪宁有双重标准,就是下面的人。 五毛党在跟自由派知识分子辩论的时候也有双重标准。如果说五毛党叫骂自由派,那就归叫骂。 但是一旦自己觉得李亏站不住脚,突然就威胁人家说我要举报,向谁举报,向共产党举报。 这个在小学我们都知道,小学生的孩子互相之间有什麽过节吵架或者打架,都看不起那种动不动向老师班主任告状的人。 这个五毛党居然就这麽没出息,连小孩都不如,三岁小孩都不如,儿童都不如,小学生都不如,动不动要去告状。 这个告状本身就说明自己理亏了,凡是向共产党当局举报就知道自己没道理,因为讲不过对方便不过对方,知道真理在别人手上,那怎麽办呢? 就干脆向恶势力告状,告了状后用恶势力用拳头去教训对方,而不是用讲理的方式。 所以胡锡进这次在发表核弹言论的时候还其中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有的专家认为有核武器就够了,说他们天真的像孩童一样。 有的人在转述他的文章说,说他说的是天真的像少先队员一样,就是少年儿童相红队,说是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的前身,准备队。 这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本身的一个讽刺。 话说哈斯大,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于林发表了什麽言论呢?他说中共有一句话叫永不叛党,他说这个不对。 他说因为共产党又不是什麽黑帮组织,他说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现代政党。 那么有人根据理想,他可以加入这个政党,但他发现这个党背离了理想,或者是做的不对,他也可以退党,也就是说可以背叛这个党,他有什麽不可呢? 然后说到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是近代最会煽动的一个煽动者。 然后说到刘滬兰,说刘滬兰当年的行为就是十三四岁就是杀地主的行为,他说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就是刑事犯罪。 然后他又说到雷锋,说雷锋那些也就是假故事,假榜样坑害了很多人。 无外乎就讲了这些真话,现在居然就受到打烊,而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居然就受到立案调查。 事实上,中共在维护马克思的时候犯了两个可以说是大的漏洞或者是大错。 一个大错就是他们在宣称反西方,反外国,而且是异货团叫夫亲抗阳。 现在的小粉红五毛党自干五是福共灭羊,但首先就犯了一个他们奉羊人,邂羊之众,叫做从阳没外,把马克思奉成他们的祖宗。 前两天习近平在肉麻地吹捧了马克思,号称马克思是怎么的卓越,怎么的精锐,怎么的两百年来都是真理的光芒,大捧特捧,大树特树,或者说他跪舔羊大人。 现在的这些中共的这些集体的跪舔羊大人,按照五毛党自干五合为小粉红的逻辑,这些人通通都是汉奸,都是卖国贼,都不配讲中文,都只能去学德文,而且都应该做换服手术,换成白皮肤,不要当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这是一个大漏洞,第二个大漏洞就是马克思本身的语言,前两天5月5号纪念马克思的时候,习近平当局不纪念五四纪念马克思,选了一些马克思的语录,刊登出来,但是是选择性的引用,马克思的另一些语言他没有引用,而且他们是反马克思。 比如说马克思说过一些话,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人类的自由,所以一个人的自由是通向人类自由的起点,还说新闻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开始,还说我们批评别人阻止言论自由,难道是要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禁止言论自由吗?显然马克思主张言论自由。 他还说到,他说书报检查制度,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理由,有什么样的法律,哪怕他存在了上千年,他说都是反动的和不可接受的,而且他专门还写了一本书关于书报检查制度,在他众多铸造中,他当时反对普鲁士帝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痛批书报检查制度,说他的一生都在跟书报检查制度做斗争,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恰恰搞的就是书报检查制度,就是马克思说的。 而且恰恰做的就是限制言论自由,而且是限制新闻自由,所以马克思的很多名言名句精髓都被共产党所背叛,说起来这位哈斯大的副教授余林女士表面上批评马克思,但实际上他批评的是那种马克思学术中黑暗的一面,反动了一面,实际上他在运用马克思学术中,马克思的语言中最正面的一面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反对书报检查制度,而中共包括王沪宁所做的, 主导的宣传系统正在反马克思,他反的是正确的马克思,或者说其中好的一面,而继承的是作为魔鬼的黑暗的撒旦的马克思的另一面。 而前几天据说,习近平王沪宁还在中共高层再次组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但是当他们读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其中一句话的时候,恐怕会心胆俱碎,因为马克思说,我们共产党人把全部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那么现在的中共高层、官员、领导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都是家常万贯、富可敌国,把家属之类财产大量的转移到外国,以至于外国在采取最债缩赔的时候,其中考虑一个重点,就是把中共这些领导人、各级官员在海外的这些投资、资产和账户,以至于瑞士银行的账户没收下来,作为账款来补偿各国的损失。 所以这是最大的私有制,最肮脏的私有制,是由一个政党以一种毫无底线的方式,强行把政之后所推广的私有制。 如果说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那就首先要消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这个阶层。 中南海干不干,他们显然不会干,不干就是反马克思。 所以他们本身反马克思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是资格去指责哈斯大副教授云林女士。 说到私有制,要是马克思地下有制,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连他们官员的财产都不肯公布,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公布了官员财产,甚至包括共产党国家越南。 那么中共是少数几个国家的政权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的这么一个落后政权。 那马克思要是知道的话,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私有制,最大的资本家。 马克思如果地下有邻,一定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中南海最大的私有制,最大的资本家,最大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说到胡锡进,大概是在去年他在自己的微博里发布,说在半年时间里,年老的母亲和父亲先后病故。 大概是他因为得罪人太多,树敌太多,有一些网民就给他回应了一些不应该回应的话,或者说给他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说这个老胡一听到手机上的预警,通知他父亲母亲的噩耗,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咕噜从被窝里趴起来,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看看党媒官媒。 发现习近平仍然占据官媒党媒的头版头条,他松了一口气,说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习近平总书记还健在,他才是我的亲爹亲娘。 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